自1964年日本新干线零系列车温市以来 世界上已陆续诞生了数百款 运营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列车 有的外形炫酷 有的涂装可爱 本期视频盘点了10款尚在运营中 外观审美比较小众的高速列车 排名不分先后 请在观看视频时 把丑或者丑萌打在弹幕上 并选出您认为最辣眼睛的那一款 1号选手西班牙AV1S102-112 这款由庞巴迪和插口公司联合出品的列车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鸭子 白色涂装 扁平的车头前缘 和突然隆起的驾驶室 像极了鸭子头 与一般列车不同 AV1S102的中间车 竟然没有转向架 而是选用了搅接式 没有车轴连接的独立车轮 由于这种结构的转弯性能差 车厢长度被缩短至仅有13米 和大巴车差不多长 因此即使拥有12阶中间车 定员也仅有316人 2号选手西班牙AV1S130-730 庞巴迪和插口公司 也许是对鸭子情有独钟 2007年又联合设计出了这款 迷你鸭列车 AV1S130拥有更多的黑科技 可借助地面变轨装置 以时速15公里自动变换回去 因此 可以在西班牙1435毫米的高速铁路 和1674毫米的朴速铁路间 自由穿行 3号选手 日本新干线E4系 这款双层新干线列车 拥有11.5米长的压嘴兽型车头 但因为车身太高 有点类似法老的头巾 再搭配两端上条的挡风玻璃 活脱脱一只 愤怒的小鸟 新干线E4系 是世界上八边组高速列车中 定员最多的 达到817人 为了搭载更多的旅客 一至三车的上层车厢 采用了3加3的座椅布局 如此狭窄的座位 应该也只有身材瘦小的日本人 才坐得下 4号选手 瑞典X2 这款由瑞典通用电器 设计品制造的列车 延续了北欧的简约设计风格 棱角分明的车头设计 很难将之与高速联系在一起 X2是一款具有弯道 主动倾斜功能的摆式列车 车身最大可倾斜6.5度 使列车的过弯速度提升约40% 我国曾于1996年 先租后买过一列X2列车 中文命名为新池速 1998年起 以池速200公里服务于广深铁路 是当时国内最快的列车 2012年 新池速被卖回给瑞典 繁星后继续在瑞典国铁 发挥预热 5号选手 瑞典X40 这款由阿尔斯通设计制造的 双层动车组 拥有幽灵一般的配色和头型 硕大的开放式车沟 像极了张大的嘴巴 X40较为罕见的采用了 碳钢双层车体的结构 虽然车身本重 却仍能以示速200公里运营 主要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与卫星城间的短图运输 6号选手 挪威BM71 这款外形酷似呆蒙土拨鼠的 成绩列车 由原阿德兰兹公司制造 主要服务于挪威奥斯路机场 中央火车站 西部卫星城之间 BM71列车的运营时速 可达210公里 加之10分钟一般的 高密度发射频率和高准电率 运送了市区往返 奥斯路机场的大部分旅客 使得奥斯路机场的 公共交通分担率 位列全球第一 7号选手 意大利ETR600 610 这款由阿尔斯通研制的 新一代潘多利诺百事列车 有着纯正的意大利血统 两段是防撞机设计的头型 酷似鞋靶子 是不是觉得这车很眼熟 我国2004年引进的 第一代动车组之一 CRH5A 也有着几乎相同的车头设计 人送外号 驴子 EDR600在欧洲也有许多姐妹款 如西班牙S114 波兰ED250 你们喜欢哪个版本的配色呢 8号选手 意大利ETR700 这款由原意大利安萨尔多百瑞达公司 生产的高速列车 有着像校车一样的头型 车迷们戏称之为狗头 这车原名B250 于2012年9月 在荷兰上线市运营 仅仅四个月后 就因质量问题被紧急叫停 并退给了厂家 2017年 意大利铁路公司买下了这些列车 并进行了翻新 两年后 以ETR700的新名字 开始在意大利亚德利海铁路运营 9号选手 意大利ETR675 这已经是阿尔斯通的第四款入位列车了 设计师是不该去 省省眼睛 ETR675列车由意大利NTV公司运营 该公司运营的列车称之为法拉利高铁 没错 法拉利是它的原始股东 列车涂装也采用了法拉利的宝石红色 只是这个未来主义造型的车头 你们觉得如何呢 10号选手 中国CR200J 喜爱者称之为绿巨人 不爱者称之为垃圾桶 这款最高时速只有160公里的CR200J 本不属于高速列车 但思来想去 榜单里少了它 怎么能行呢 个人觉得 样车时白蓝配色的涂装 还是很帅气的 可惜被这饱和绿的配色给耽误了 多么绿的一只大虫子 以上便是10款入围 本次审美小众的高速列车 哪一款最辣您的眼睛呢 请投出宝贵的仪票 如果有更辣眼的车型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我是杰森 关注我为您讲述更多 关于轨道交通的故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